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点的一个变化 色系变了 颜值更高 而且我们的这个距离传说二代是全涂装的 这一点大家也会非常的喜欢 然后这两只呢 都是5米4的杆子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的这个收缩长是不同的 这是因为咱们的距离传说二代采用的是大五节的设计 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偏爱 也是非常喜欢的一个调整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重量 包括调性方面的一些对比 好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距离一代5米4 它不带前后堵的一个镜重是181.6克 我们再来看一下二代 二代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啊 只有163.4克 所以说这个距离二代在重量以及手感方面 都做了非常非常大的提升 我们现在分别挂上一个300克的砝码 来看一看这两款的一个调性情况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距离传说二代 前两端它下垂的可能相比于一代会稍微的多一些 但是呢 这个不代表这个杆子软 相反的说明它的韧性更好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真正受力的第三节 那么我们距离传说二代的一个表现 就会明显要好于距离传说一代 它的整体硬度 强度 包括调中呢 相比我们的一代也是更有优势的 这也是我们二代升级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部分 这款距离传说二代呢 目前在店铺是预售首发当中 到手价最低159元起 会员前一千名付丁金 还可以享受零聘金的一个优惠 并且还会送一支原装的一个干烧 所以说不管你是用过一代距离传说的老粉丝 还是说刚刚接触这个系列产品的新粉丝 这款距离传说二代都非常值得大家尝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